哈喽,大家好呀,我是住在海边的猪猪 这是一起性感猪猪疲量上盆的视频 这是一批精选的本地培育古田贝大游营侧芽小苗 经过修根杀菌量更厚,今天我们将一起把它们都上盆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批本地培育的古田贝侧芽小苗 由颗粒纹路都是标准的大游特性 这批小苗是本地农户通过日系母本杂交培育出来的 因为侧芽繁殖可以最大程度保留母球基因性状 所以日本的名家球和一些精品大鱿鱼都是通过侧芽繁殖 种子播种的话,基因性状会有所损耗 所以种子播种需要优选淘汰 大家可以看到小球阶段线条明显 由颗粒饱满突出 这批本地古田贝已经落地快一年了 大部分都已经出小萝卜根了 随便挑选都是这种颗粒饱满突出的精品小苗 介绍完球球之后 我们把球放一边 我们先把花盆摆好 我个人有非常严重的强迫症 东西要摆整齐 要不我会很不爽 然后我们准备1200毫升粗颗粒 这种小方盆的容积是150毫升 我会用粗颗粒填充底部 大概三分之一的空间 这样就会有一个透气透水层 每个花盆底部都倒一点 完美猪猪2023 透水层还可以方便我们观察盆土干湿情况 接着我们收起花盆备用 下面我们开始配土 像这种2到3厘米的小球 我会采用小尺寸有基质比例高的土来种植 这样更加有利于球球发根和生长 配土的最后加1.325S缓氏肥 预防性杀虫的小白药 预防性杀菌的小粉药也不要忘了 搅拌均匀就可以用了 这个是我自己日常用的猪猪排根系颗粒土 如果猪猪花油有需要的话 也可以找我拍哈 准备工作全部完成 我们拿出一个盆 然后加满种植小颗粒土 留点空间给铺面吃玉土 像这种小球直接填好土 插上去就可以了 插上去种好之后 我们轻敲花盆上边沿 杭石土壤 我一般都会预留一点空间 给等一下要铺面用的吃玉土 这样第一颗就种好了 同样的我们再示范一次 拿出花盆 倒入种植颗粒土 填充到适当位置 我一般都会堆成一个小山丘 这样把球球插上去之后 底部空间能够最大程度被填充 这样又搞完一颗 同样的操作 我们重复二十多次就全部种好了 小苗是有点麻烦 因为重复工序比较多 大家耐心点操作就好了 最后 请允许猪猪 我隆重介绍这两颗小球球 这两颗球球已经被花友收走了 它们寄养的 这一颗是被东莞爱吃土的 黄先生收走的 精致的梅花瓣形态 大油基因特性明显 这一颗是北京的徐先生收走的 圆润饱满的球体 匀称的颗粒是它最大的特点 啥都不用多说 好兄弟在心中 猪猪花友在口中 在这里感谢两位老板 和所有支持猪猪的花友 祝大家身体健康 合家安康 幸福美满 心想事成 事事顺心 好乐市场营销的话 说完 我们还是继续干农活吧 粗颗粒垫底 倒好种植颗粒土 把球球插上去就好了 徐先生的寄养的上盆完成 同样的操作第二颗 黄先生的上盆完成 已经上盆完成的球球放好 我个人喜欢用吃玉土铺面 大家看到的是1-3毫米的吃玉土 盆土干湿容易观察 而且能够保持表土干爽不积水 把吃玉土均匀地铺设到花盆表面 铺好之后 青翘花盆上边沿 这样吃玉土自动规整 这里我们加速过一下 完成之后就是这样的了 后面养护就很简单了 上盆不要浇水 7-15天后沿着花盆边沿给一圈水 浇水不要淋到球体 尽量保证球体底部的颗粒土不湿润 养护环境通风透气 明亮散射光即可 现在是夏季温度很高 4-5周之后可以给太阳 但是最好是只晒上午的 不要晒下午的 后面就正常养护就行 好了 本期性感猪猪 在线上盆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对球球感兴趣的猪猪花友 欢迎评论互动哈 我是住在海边的猪猪 我们下期再见 爱你猪猪